奔驰女司机不顾消防车警笛 执意抢到导致四车连撞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交警给出处罚后 奔驰女竟直言 应该是消防车赔偿自己 甚至紧接着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愤怒不已 此女究竟是什么身份 最终她又会是什么结局 2019年1月12日 浙江省平湖市消防中队 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 消防员们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 迅速整理清点的装备 以最快的速度 开着消防车驶出 前往报案的地点 四辆消防车争先恐后 在路上 队长已经将着火地点的情况 以及火事等信息 通知了各个队员 同时对接下来的救援 做出详细指示和安排 车上所有消防员表情凝重 他们所有人都希望 这次出警能有一个顺利的结果 彼时前往目的地的路上 消防车的警笛大作 所有私家车听到这个声音 都会下意识地向着道路两旁紧靠 生怕对消防车造成阻拦 导致灭火不及时 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 而消防车也很快 行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由于火事紧急 作为紧急救援车辆 消防车可以暂时忽略红绿灯 加上警笛的声音 让不少车辆都尽量避开消防车 紧接着他们陆续通过 谁曾想 直到第四辆消防车 正准备驶过十字路口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 一辆黑色轿车 直直地冲向十字路口 而消防车也已经避让不及 撞在了轿车的车位 整个道路乱作一团 而黑色私家车在被撞后 并没有减速 反而冲向了前面的车辆 最终连着四辆车受损 另一边的消防车 由于急着出任务 只是简单地查看了一下 消防车受损的地方 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告知了交警医生 匆匆离开了现场 朝着救火点赶去 很快 交警也赶到案发现场 并对周围进行了封锁 对整起事故展开调查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私家车的车主紧接着的举动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奔驰女司机不顾消防车警笛 执意抢盗 导致四车连撞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交警给出处罚后 奔驰女性直言 应该是消防车赔偿自己 甚至紧接着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愤怒不已 此女究竟是什么身份 最终她又会是什么结局 当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 这辆私家车还是奔驰 上面下来了一位女性 名叫莉莉 她还没从刚才的事故中缓过来 慢悠悠地走下车 而整辆奔驰车也因为连续几次的撞击 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损伤 被撞到路边的出租车 更是连车窗都碎了一大块 交警有序地将现场疏散 并将车主带走调查 原来莉莉是一个公司的高层领导 兢兢业业地工作 让业绩不断翻新 这才想着奖励自己一下 提了一辆奔驰C200 就在事发前刚刚拿到车 对此莉莉非常爱惜 平日开车都十分小心 不敢有丝毫的刮蹭摩擦 可让人没想到的 这还没几天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当天莉莉原本是打算 开着自己的新车去购物 不过等待红绿灯时 由于是下班高峰期 交通十分拥堵 每次等待红灯都让她十分焦虑 所以看到绿灯还有一些时间的时候 就急不可耐地想要通过路口 谁曾想 旁边却突然冲出来一辆消防车 当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 这才导致了这场交通事故的发生 而另一名出租车司机却十分无奈 她原本就在路边 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后 也没着急去启动打火 谁知道 突如其来的黑色奔驰 让自己本就老旧的车辆 再次遭到重创 听完莉莉说的话 交警也大概了解了前因后果 随后 莉莉又说道 自己明明是按照交通规则 绿灯才通过的 没有超速 没有闯红灯 自己的车还受到损伤 说罢便开始撒泼打滚 要求消防队赔偿自己的损失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交警的处理结果 让莉莉崩溃大哭 奔驰女司机不顾消防车警笛 执意抢盗 导致四车连撞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交警给出处罚后 奔驰女静直言 应该是消防车赔偿自己 甚至紧接着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愤怒不已 此女究竟是什么身份 最终它又会是什么结局 交警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 立马调出来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发现在奔驰车行驶到路口之前 已经有三辆消防车经过了路口 询问了值班的同事后 对方声称 消防车一路都在响着警笛 隔着三条街都能听到 面对这样的情况 奔驰车主也说不出来话 而交警也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 救援车在出勤的时候 路上车辆要及时避让 不然拖延一分钟 就有可能白白丧生一条人命 如果莉莉不是开着车 而是在过马路 说不定连带着她也要丧命 所以这起事故 应该让这位女司机负全责 另外赔偿其他车主的损失 在交警的批评下 莉莉也冷静下来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承担了罚款以及扣分 并对其他受损车辆进行了合理的赔偿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 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 这四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 可以使用警报器和标志性的灯具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不受行驶路线 方向 速度和信号灯的影响 其他车辆在看到或者听到声音时 也应该避让 如果这四种车辆没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 就不能使用报警器和标志灯具行驶 车辆也就不用离让 对于莉莉来说 一个冲动的行为 让自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如果能够回到事发当天 她绝对会老老实实等在原地 这样后来就不会发生那么多麻烦的事情了 经此一遭 莉莉也明白了 以后在路上再遇到消防车 警车 出紧急任务 自己一定要让到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